好像講到這裡吧 那 制定函數部分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產生那個制定函數的話 那一樣啊,當然第一個你要先把這個 我們先把最後完成的 結果先做出來,一樣把開發人員 這個部分先叫出來 那這邊我看一下我這個 這個檔案 但第一個一樣,插入一個 模組 這個模組裡面呢,假設 我這邊已經做好了,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方選 一定要是放在這裡面 也是要產生兩個方選 那當然基本上如果你要 從頭做的話,這個應該是 插入一個程序,選擇方選 給他一個名稱叫成績函數 那另外有一個叫成績函數多重 那 如果這邊已經做好了,我們其實可以來做 插入函數的時候 使用者定義 有一個成績函數,當然 一樣可以給成績 他會給合格不合格 好,直接這個自定函數呢 就會自動幫我把結果 給執行完畢 但如果說我今天的結果不是 合格不合格的話 那一樣可以在這邊選擇 成績函數多重 給一個成績 他也會給我們ABCD的結果出來 這個是自定函數 那我想自定函數呢 在前面也有講過蠻多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大家應該 概念上都有啦 基本上第一個當然就插入這個方選 給他一個名稱 後面是跟使用者要什麼東西 那利用這個 跟使用者要的這個 這個叫做引述 它會引入一個值 比如說使用者會選的一個成績嘛 比如說這個成績 這個成績80 會放在哪裡呢 其實有點像 暫時即放在 暫存在這裡 所以 80分就會存在這裡 那它有點像是一個 暫時存放資料的一個地方 我們稱它叫引述 那這個引述裡面有80 假設我們選了80 他就會到這邊 跟他判斷一下 如果 80是不是大於等於60 如果4的話 他就會執行下面這一段程式 如果不是的話呢 他就執行ELS這一段程式 那 他就會把合格 再丟回去給誰呢 給這個 自己本身 不合格 丟給這個 那如果你收到合格的話呢 你游標放在哪個儲存格 他就會把合格兩個字 來丟回去儲存格的位置 那如果是成績函數多重的話 其實差別在這個 假設80 那是不是大於等於84 那是A 所以把A丟回去 所以你最後在儲存格裡面呢 就會看到那個A的結果 那這個是一個制定函數的流程 那制定函數呢 在輔助裡面會有一幅的邏輯判斷 那這種在工作裡面 其實用到的機率還蠻大的 所以你制定函數如果 可以自己把這些制定函數呢 通通都做完的話 那工作裡面很多事情其實很快可以解決 你不就不需要像 這個是用下公司的 這個是制定函數的 我想兩個比較起來 這個那絕對是太複雜了 你可能每次要再做一次 你可能還要再想一下 這個完全不用想 為什麼因為你直接怎麼樣 就任何的地方 假如插入一個函數 使用者定義按下去 這個我想每個人都會啦 給一個成績嘛 按確定 你向下填滿就好了 OK 那可是有個問題喔 就是說 如果我做好的這些函數 我將來 要怎麼樣給別人使用 或者是說呢 我自己可能這邊有 回到家呢 你家裡電腦裡面 沒有 那怎麼辦呢 如果同樣的檔案 或者是不同檔案 你也希望有這個函數的話 那這個時候當然就牽涉到幾個問題 怎麼樣轉移你這個 所謂的制定函數的部分 那這個制定函數呢 現在是放在哪裡呢 這個模組裡面的 裡面 OK 會有兩個制定函數 這兩個 那如果說你 其他人或者其他電腦 也要能夠使用的話 當然有幾個方法 比較 我想比較直覺的方法啦 就是怎麼樣 你就把這個程式碼 直接放在某個地方 比如說像我的習慣放雲端上 像你們為什麼可以執行呢 因為你把我的程式貼到你的模組裡面 有沒有 那不就可以執行了嗎 但是會有個問題啦 就是你可能還要學會VBA 你才知道貼到哪裡吧 不然可能沒有學過的你說 我程式碼給你 你自己貼啊 對不對 他說我完全沒學過的你說 那他怎麼知道貼哪裡 而且 其實完全沒學過 連開發人員都不知道怎麼打開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可能前提是 對方已經有一點點基礎 那你直接給他原始的程式碼 他就知道說應該貼到哪裡可以執行 OK 但是如果說對一般人來說 他會覺得麻煩 不可能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接下來就是來講說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已經寫好了 假設你有很多很多的制定函數 我要分享給別人使用的話 該怎麼做 那這裡特別注意喔 上個禮拜講的那個 比如說像那個這個按鈕這部分 SUB這部分 他就沒有 就可能沒有辦法像那個方選一樣 這麼方便的去給其他人使用 因為呢 在那個我們的 Essale裡面有一個功能 他叫爭議集 在底下我這邊 你可以把制定函數分享給別人 但是你可以用所謂的爭議集的方式 那這個爭議集 簡單講起來 就是有點像 他裡面的意思應該 add in 應該是叫 叫什麼 叫外加一些東西 或者你叫外掛 其實好像也 他翻譯叫爭議集 其實也是 是爭議 我不知道他這個 他英文的名稱叫 add in 加s add ins 就是 add 新增 in 加入 s 很多個東西 所以 這怎麼翻譯比較 不過他中文翻譯叫爭議集 好像也沒有 沒有百分之一百 那我的理解 其實有點像把他外掛進來的意思 把他增加一些東西進來 那怎麼樣去增加這個爭議集 特別注意一下 第一個 如果你將來要讓別人的電腦也可以 一打開之後 就可以有這兩個函數的話 第一個動作 請你把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檔案 我把它另存新檔 好 那我先把它存起來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格式 假設97到2003 我把它改成這個 啟用聚集活業部 那我先把它存在桌面上 好了 OK 第一個 我已經把它先存檔 它叫02 邏輯函數.xlsm 第二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檔案 假設關起來好了 這什麼 錯誤 不要傳送 OK 那第二個 假設我桌面上有這個檔案 那已經裡面有兩個 制定函數 那我今天需要給別人去使用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檔案 丟給他 你就寄給他 或者傳給他 那跟他講說 你收到這個檔案的時候 請你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請他做一件事情 第一個 記得要把它啟用 啟用 這個一定要啟用 那個 我裡面寫的那個 VBA 第一個不要啟用 第二個的話 請他另存新檔 如果我說 要把剛剛的兩個制定 因為這兩個制定函數 是放在邏輯函數裡面的 兩個制定函數 那請他怎麼樣 啟用之後 再把它另存新檔 成什麼 特別注意 關鍵來了 他原來是一個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那請他呢 把它另存成什麼呢 所謂的爭議期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爭議期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個爭議期 就選這個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本來是這個 跟他講說 你就幫我做一件事 把它啟用之後呢 然後呢 再把它另存新檔 如果未來那兩個制定函數 都要在你電腦裡面 只要一次有打開 就會有這兩個制定函數的話 那你就幫我怎麼樣 就是另存成爭議期 OK那我們來看 爭議期 這個對不對 那爭議期 它這個時候呢 你們發現 如果你切到爭議期 它其實最大的變化是 上面這個地方 就是說呢 它會自動幫你把 原來的存檔路徑 本來在桌面上 它會幫你把這一個 爭議集 存在哪裡呢 存在C疊底下的 你的使用者底下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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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啊 還會有個目錄 叫addins 就這個目錄 那其實這個目錄 主要的用途是什麼 就是當一次有打開的時候 就會啟動這裡面的東西 OK 所以這裡面就爭議 就是有點像 隨著 一次有啟動 它就啟動了 OK 好 那把它另存成爭議期 按儲存 好 儲存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完成了 產生爭議期的這個動作了 那接下來 我把這個也關掉 反正我們已經 好 這邊把它 不要儲存 好 那你想說 那我怎麼知道說 我的那個爭議期 它已經有作用了 那當然我不要開原來 原來檔案本來裡面 就有兩個自定函數 可是新的檔案 一定沒有 所以你這個時候呢 可以去開一個新的 ESAO檔案 那你去開一個新的 ESAO檔案 就知道說到底 其他檔案 將來在開啟的時候 會不會有那個 我們之前撰寫的 那個兩個自定函數 但這個時候呢 你這個是完全新的 對不對 完全沒有 那理論上裡面 一定也不會有任何的那個 我們寫過的這個 這個模組 那這個時候 當你插入一個函數的時候 你會發現 理論上 這邊 現在應該是沒有 為什麼呢 特別注意 爭議集 你做完之後 你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你還要再到 這個自定裡面的 其他命令 去把它啟動起來 那怎麼啟動 注意 這個有點像 開我們原來開開那個 開發人是這裡 下面一個爭議集 就在這裡 好 把爭議集打開 點一下 那裡面的話 因為我有裝了一個爭議集 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你要做管理 執行一下 這裡面的話 他說 現在有這麼多爭議集 那你要不要把它啟動起來 如果你要啟動起來的話 必須怎麼樣 打勾 如果你裝好了 但是 你沒有把它啟動 它還是不會執行 但是 如果你要把它執行起來的話 就是去爭議集裡面 把它打勾 按個確定 好 確定了嘛 那 理論上 這個 啟用過之後的話 它應該會在哪邊出現呢 在這邊 使用中的應用程式 這個 有沒有 也就是它會幫你把 我們剛剛存的這個爭議集 把它啟用起來 但將來如果你要把它關閉的話 到底很簡單嗎 打勾再取消 確定 它就被取消了 好 就是這樣 那試一下 剛剛的東西 如果我說我今天 一樣有一個成績 比如說隨便打一個 80 60 70 14 這幾個成績 我要讓它判斷 不是核 不是核 不是ABCD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我會出現一個使用者定義 你會想說 之前會有使用者定義的情況下 是因為你有寫過 制定函數它才會出現 可是現在全部沒寫啊 我只有爭議集而已 OK 你會發現 成績多重出現了 給它平均成績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可以WALK OK 應該懂那個邏輯了吧 那只是說 因為安裝正義集 它的流程是似乎 有一點點的 繁瑣啦 不過大概應該可以用 反正你用理解的 以後就不用背了 所以我再把重點 回顧一下 第一個 這就不用存檔了 第一個 你就把這個檔案丟給對方 請他做一件事 什麼呢 把它啟用 一定要先啟用起來 然後再請他什麼 另存心檔 成那個什麼呢 爭議集 這個地方 爭議集這個地方 OK 那把它存起來 儲存 OK 然後呢 再請他怎麼樣呢 到那個上面這邊 有一個其他命令 爭議集 請他做什麼呢 把它打勾 好 完成了 OK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未來當然 當然 你 你 不是只有 我們現在只有放兩個自定函數 那未來如果說 你有很多很多很多個函數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它集結在一起 好 有這些常用的自定函數的話 那當然工作效率自然就會提高許多 蛇